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 四种频道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 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 让正常发挥的声音 不会被消失 中国大陆已经前一阵子 已经开始在招募各国的太空员 太空飞行员了 它已经在招募了 已经在跟很多国家在谈 双边计划 那所以这个中国的太空舱 很可能到时候就是 太空中唯一的一个 可是它也是最新的 也是最新的 那我是觉得它基本上 可能也会让一些 其他国家太空人 太空人交流 上去也做一些 他们想要在上面做的实验 上面做的实验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艘是最新的 你看现在2000年 现在美苏的这一艘 已经22年了 对呀两千年的东西 22年随时出个故障 也就爆销了 或者俄罗斯想要搞一点花样 让这个美国人 也在也不跟美国人合作的话 也可以提早让它爆销 没什么困难 所以这些合作的这种太空舱 这种太空站 实际上看起来是不太 不太怎么讲呢 不太可靠的 那中国大陆单一国家自己做 然后所有的情况让人家来参与 它是一个为主的身份 那么这个反而我觉得就是反而会比较有更多的这个操作运作的成效 那不过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一艘这个我们现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一个空间站上面 其实这个空间站它这个 比如说昨天的这个问天号 这老早时间都定了 对 十月还有个梦天 对 梦天 然后再接下来它这个 它中间还有一个叫这个 寻天太阳眼镜 梦眼镜 它还有个叫做补给舱 补给舱还要上去 它这个补给舱也是单独的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神舟15号就换人了 天舟 对就换人 神舟是载人的 天舟是载货的 对 那它这个东西它都已经 所以 它的提成级都排好了 非常清楚 对 非常清楚 而且很不容易都照照表操客 照表操客 那现在其实这个空间站的设置 事实上已经上了轨道 美国人最怕的是什么 美国人最怕的是它那个机械守备 因为美国曾经在过去前两年就 不晓得是杜撰一颗 杜撰一个故事还怎么样 说中国的这个将来 基本上那个机械守备 就是要在太空 把美国人的这个 这个人造卫星 直接偷走的工具 它以为机械守备是 萨诺斯的无线手套 它就是过去以后 过去以后 手一伸把你就 把就拿走了 偷过去要干嘛呢 所以美国人是很有想象力的 这有可能吗 哈大使 它事实上美国人是往这方面想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去抓 可以去碰得到 也许是没有错 可是我偷来干嘛放口袋 它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卫星杀手 现在在太空战里面最怕的 美国最怕就是卫星杀手 中国大陆两年前 地下的火箭 急落一个 它已经失效的人造卫星 引起美国一阵恐慌 这个现在就是说 发觉中国大陆又更狠 搞一个什么 这个空间站的户外的手臂 他也不晓得要抓什么 说起来你真的想想看说 你干嘛抓这么长的手臂 你在空中要抓什么 你在太空要抓什么 抓鱼石 你也不是抓娃娃机器 对不对 你在太空中搞那几个手臂 让美国人真的晚上睡不着觉 不过这个除了空间站 中国大陆还有两大计划 一个登陆月球 有人说是2040 中国大陆要登陆月球 所以美国不是已经在讲说 中国大陆要把月球记为机有 因为月球上有一些金属矿产 稀有金属矿产 它是有这个蕴藏量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任何的矿场的开产 你必须要考虑一点 就是你的经济效益 你想想看你打一个火箭 打一个东西 你还要回来 回来你看那个太空舱 中国大陆现在技术 比较落后的是回收的问题 像俄罗斯 他们都直接回到地面 美国的太空缩也是跟飞机像 直接回到地面 中国大陆还是用降落伞的方式 回到地面 所以这方面的技术 事实上还是有待突破了 可是你要从太空中 月亮中你盖一个矿场 你来回运输 那个成本 怎么太高了 那个成本是不是符合 所以问题就是说 如果科技突破很快就可以 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登陆火星的计划 我们刚刚讲说登陆火星 事实上大陆有一个叫驻熔号 它有一个问天的 这个探测火星的飞行器 老早已经飞过去了 它的上面在的一个叫驻熔号的登陆器 已经直接登陆火星了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这个航天计划 事实上是多方面都在走 那么看起来 我认为了 光看这个 光看这个就是说 这个寻天望远镜 中国大陆已经超越了 已经超越了 那空间站上是赶上来了 那么在火星也好 在月球的 月球方面的这个 这个勘散 看起来也没有落后美国太多 所以就是说 从就 你一个 你一种 一个 你这个人种 你这个文明 你要在地球上 你会成为一个领导的文明的话 那你一定在 这个整个人类 或这个星球的未来的发展上 你要在科技上 你要在科学的实验上 在你理论的建构上 你要走在别人前面 你才会变成这个地球里面 各种人种里面 你是领导的人种 所以真的是没有想到说 中国人这个经过 一个多世纪的 所谓的 一个世纪的羞辱 居然在21世纪 也不过开局 那两个十年 居然就跑到这个位置上去 蛮吓人的 那这个位置 后面的后续 就要看中国的经济实力了 如果中国的经济实力 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么今年可能 2027 2028 GDP超越美国 那照马斯克的讲说 再过几年 是两倍美国的GDP的话 那地球上 所有的各种各色人种 各种各种不同种族 各种不同的文明的话 那中国的这个文明 Civilization 中国的文明 会借着这个航天技术 各种发现 各种科技的突破 会代表真正变成 这个地球的 这个领头羊 来我们请亮哥 这个 其实只要那个起点 大家都差不多 那中国是让超过的项目 蛮多的 比如说新人员汽车 比尔迪就追上特斯拉 这真的很厉害 因为它的时间点差不多 太空舱这个是 玩很多 玩非常多 玩很多 对 事上最早的是苏联 对 最早是苏联 对不对 所以 就是说如果是时间点差不多了 事上中国很多都已经领先了 比如说超级电脑 对 超级电脑 它也不怎么输 就前两大大概就是 中国 美国 日本 中国有时候是第一 美国有时候又超前 这样 所以我觉得 因为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美国说 我的国防预算是8000亿 美元 那中国大概是2500亿美元 那为什么尖端技术的突破 我比它少 因为中国就是中国自己用 美国要给日本用 没有 日本自己出钱 美国要到处用 中国只给自己用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 它的体制出了问题 你去看最近 有一些奇怪的武器出现 东风17 超高音速导弹 对不对 陆机拦截 就突然之间就出现 对 美国就觉得奇怪 这哪里来的 不然他就说你又超我了 比如说他那个 他不是要做那个 新的那个隐形战斗机吗 他就说那个跟我长得很像 尖35 你大概就超我了 美国就这样理解 我也叫35 你叫35 还有比如说他要做战略轰炸机 轰20 那也是隐形 对 而且是长途 超我的B21 对他就一万公里 一万可以飞一万公里 那美国就说你大概又超我 又超我B21 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说 如果连太空舱这种东西都追得上 我认为基本上每一个项目都追得上 因为这个项目难度实在太高了 而且这个没得唬烂 而且这个没有办法实验 对 你上去没接好就爆炸 就是爆炸就失败全部重新来了 对啊 所以这个难度是最高的嘛 你其他再怎么样也可以试验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我看最近这两三天啊 那个大陆的朋友 非常非常关注这个结局 这个问天发射 那央视还全程转过了三个多小时 对 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嗯 太不容易了 那当然最近也有很多他的技术突破 在不同领域在发生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对自己的科技 扎根本土 大概自主发展技术 更有信心了 大概就这样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